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统计数据 从7号午夜2点累计到上午8点才短短6个小时 总降水量却高达23亿立方米 超过10座德基水库 这几乎够全台使用将近半年 全台的水库的容量现在是29亿吨 接近30亿吨 一年就要用两克了 所以降下来23亿吨的话 其实还没有达到一次的一个蛮库 短时间内降下惊人雨量 前10名都集中在屏东 高雄嘉义 总量23亿立方米 民众难以相信 流盐番鼠灌了好多水 不过影响最剧烈的时间已经过去 前台风卢弊降级的热带性低气压 8月7号上午最靠近台湾 10点从新竹沿海登陆 下午已经逐渐远离 即便再增围青台 对台湾影响也不大 而8月8号父亲节白天起 西南气流也会渐渐减弱 明后两天的部分呢 各地还是可能有 一些不稳定的天气形态 那特别是中南部地区 下雨的状况还是可能会持续 那还是容易有大雨或者是豪雨 西南气流完全离开前 西半部及中南部山区 不稳定天气大概会再持续一到两天 瞬间强降雨 还是要小心 三连新闻周冠宇 邓家宣 做好爸爸 但疫情方面 今天本土新增6例 为什么死亡人数一口气增到12例呢 这可创下了二级以来的新高 指挥官陈时中特别说明 原来是整合系统搞乌龙 档案截取不全 今天一口气才新增这么多人 另外一个消息是 现在AZ混打莫德纳 预估一到三类人 三点三万人能够混打 最快下周就能启动 有本土病例6例 境外移入的有4例 死亡个案有12例 连续好几天没有死亡个案 一口气突然暴增12例 创下降二级以来新高 大概十来天 各案多次都是零 所以我们这里面在判定的单位 认为觉得有一些怪异 所以就进去档案里面 再去搜索 再去搜寻 发觉在这段时间 装胆有部分的档案没有转进来 强调会重新检视流程 确保不会再出问题 而指挥中心开放混打 但因为量能有限 先开放专责医院 第一线医护人员混打 第一纪打AZ 第二纪能混打莫德纳 统计有三点三万人能够混打 但其实专责医院第一线医护 早就有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的人 完成两剂AZ接种 外界值一混打开放慢半排 这打疫苗这都是滚动式的检讨 莫德纳疫苗也有很多人要打第一剂的 那供应量远远不及需求量 还是想大家都能够打得到 那当然最好 可是这才是有一个量的问题 我们已经是尽我们的力量了 第五轮疫苗预约 莫德纳没抢完 预约率只有八成五 指挥中心再往下开放 七月十九号前 登记想打莫德纳的第九类 五十三五十四岁的人 约五点七万人 七号下午四点开始 到九号周五能上网预约 最快十一号就能打到 打疫苗滚动式检讨 尽量让所有人都有疫苗可打